怎麼迫切地去探究以後 那到了開境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身心有什麼變化 有沒有跟以前不一樣的那個感覺 來 出來講講看 看看什麼感覺啊 來 不然我拿給你講 這個感覺很 感覺很輕鬆 不好意思 好像很輕鬆 那是不是以前覺得身心 有點緊 有緊的感覺 突然間好像鬆掉 有鬆掉的感覺 鬆掉有突然一下鬆掉的感覺 鬆掉以後 你出來看這個世界 跟以前看 有沒有覺得是哪一點不一樣 有一點假的感覺 有一點假的感覺 或者走路 外面 或者去吃飯 有沒有覺得 那時候你眼睛所看的 見到你心中 跟以前所看的不一樣 有一點隔閣的 有一點隔閣的 以前是不是看到東西 馬上腦筋就會動 對 那過後 這一次過後 昨天過後 有沒有覺得 看到外面的現象 它只有一個自然的存在 好像心中 對 不容易生起一個鏈頭 對 對 就是有點隔閣的 有隔閣的 隔閣的 隔閣就 疏離感 疏離感 有一點 疏離感 對 有這種感覺 疏離感 你把它形容叫做隔閣 其實那個叫做疏離感 疏離感 就是外面的動靜 會撼動內心 生起一個鏈頭來分別它 是不是這樣 對 還是有習慣 但是能感覺到 感覺到你的心 外面世界是拉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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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好意思 很好 好 其實啊 參產是一件很簡單的 一個方法 就是 使用 最簡單的物理作用 施加一個作用力 必定產生反作用力 像一個氣球 你輕輕給它擺著 它不會跳 當你用力一丟 它就 反彈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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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從古至今 佛陀以及所有的禪宗子師大德 他們老早就很熟悉 人類的心理物理作用 會引起人類的生理化學變化 所以 才會 輸出一個 扁餐話頭 這個話頭 是 像一個工具 像一個武器 幫助我們 能夠 往內 清除 如雲霧般的雜忍妄想 對自己內心 對自己內心 進行 披荊斬祭的 如波雲建築般的 讓你 行先進去 所以一旦你越行先 你這個作用力 越要把它弄清楚的作用力 越強的時候 我們的無名呢 就產生 越大的反彈作用力 越不讓你弄清楚 越不讓你搞明白 所以禪宗子師就用 這個簡單的一個主題 一個話題 來幫助我們 能夠回頭轉腦 來對自己的內心事件 施加作用力 讓我們的無名呢 能夠反彈 兩股力量的膠軸 會讓你陷入 不清楚 不明白 而且不知道 如何是好 所以禪宗的這個方法 就是在進行 心理 物理作用 心理物理作用 利用這個作用力呢 來解除我們 心理空間的 應該會讓你 � popping 的今天 這些我們從小 比如說 就讓他 by他 開心 衝 很深恐懼 形成了一個情節在內心世界 那在這個內心世界 人本來就會逃避不願意去面對它 但是等到你碰到相對應的一個境界現前的時候 你會把過去的情節馬上翻出來 讓你沒辦法很準確地去面對現實界 而是會加上過去的情節 而產生扭曲的認出作用 產生認出作用 所以呢 我們這一個心節就形成 所以心理空間有那麼多的節 那就用這個物理作用來逼得它反彈 你才有機會解開這些心節 所以當你心理物理結構產生變化的時候 會使我們這個受鮮 這個鮮心過程的四大五韻的 生理結構呢 產生化學變化 所以一旦產生化學變化了 它就會排出這個分泌物 所以有時候你一筆緊的時候 你根本沒辦法控制 不有助脂的 會眼淚鼻涕口水掉 那這一個呢 作用呢 其實就是因為你已經有在 直接解開你心中的心結 造成心理化學變化 透過這個分泌物的排泄呢 洗禮你心中的這些種種汙灰 洗禮這個種種汙灰 那根據目前的醫學研究呢 是很相符的 他是一個人 碰到一個突發狀況的撞擊 或者有驚嚇的時候 你大聲的哭 鬧 掉眼淚 是可以輸絕你面對恐懼的壓力 可以免許你精神的崩潰 所以照相看來 禪宗的歷代祖師 非常清楚人類的心理物理 物理變化跟生理結構的變化的微妙關係 所以才有這種情形 所以當你往內逼近 這個舊有的情節的結構被分解以後 那排泄出來呢 過後你的心會進入接近 激進捏盤的那一種狀態 也就是說你的心會進入非常靈靜 不容易被外在現象的變化呢 所觸及產生動搖 產生見到的念頭想法 來起分別計較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看這個世界呢 會發現竟然跟以前不一樣 好像是有疏離感 明明很熟悉的人 看起來好像 好像也沒有很大的關係 看到你醜臉 你也不會覺得這個是我的醜臉 你會覺得好像是很陌生 很陌生 所以你參產假定能夠參到這樣子呢 回到家裡啊 有一天回到家裡 你一用功 你太太去上班回來 一敲門 你一開門 你會傻傻 你來我家幹什麼 那就表示你參產有用功 這樣有沒有聽懂 聽懂吧 就是這樣 好啦 所以各位來參加這個禪期 你一定要先了解 我所帶領各位修行的方法 是禪中的這個法名 那禪中的這個法名 有很多種法名 那為什麼單挑 我把它定位叫做看話參產 那我們就必須從這個參產的法名的原流 來把它追溯 然後列表來看 你才會清除 為什麼我會把它定名為看話參產 所以未來要了解這一點呢 我現在把我幾年前 大概可能十年前吧 做了一個錶 叫做看話參產四元錶 看話參產四元錶 有這個錶 看話參產四元錶 一直做 來 一直從河頭 還沒成河以前 叫做洗達多 他的修行過程 到成河一直下來 一路跑跑跑跑 跑到達摩祖師 跑到達摩祖師 然後接著呢 然後接著呢 一直下來到洪源到六折 接著到了 趙州禪師還有黃珀 禪師 一直經過 有鄰居 有鄰居 洞山雲眠 華眼等等 一直到南宋大會中高 才出現了這個名稱 叫做看個話頭 或者叫做舉話 或者看某某話 就看無字 無話 或者看一口西進西江水話 那到了南宋呢 他才堅證定名出來 叫做看話頭 要不然就把看話 看話 看某某話 看某一個公案的話頭 那就叫做看話 跟看話頭 到了這個地方呢 才堅證成形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 法眠的來源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把它切開 從上到大會中高下來 然後大會中高呢 以降一直到元朝呢 開始呢 才把看個話頭的看呢 改成餐 改成餐 所以這個改成餐呢 餐個話頭 那手餐話頭 那這個時候呢 可以說是 餐個話頭跟餐話頭呢 這個就是在元朝的天日 禪書呢 就把它看改成餐 一直在註冊等等都改成用餐 所以由看改成餐 一路下來 到了明朝 朱鴻 提出這個煉乎是誰 一直到漢山大師 一直到現在 我提出來方法呢 才把它定位為看話餐產 那看話餐產的內容 是什麼 等一下再說 好啦 那就從我定的看話餐產呢 我們也可以一路 往上追溯 來看 收小一點 要看這一條線 來 看話餐產 一直說 往上追溯到大會中高 定名為看話頭 看話 然後從大會中高呢 再往上追溯到 趙周重振 趙周重振 再到六指 然後再一直從五指四指 三指二指 一路到西大都稱呼 所以我們的法明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我就把它切開 所以這個法明呢 是以大會中高為一個界線 才有明確的這個名稱 叫做看話 或者叫做看話頭的 這種慘法的名稱出現 好啦 那在這一些出現之前呢 這邊我特別要講的 特別要講的 就是說 來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 從上面看下來 來 最上面 好啦 所以這一個表呢 我詳細內容我不說 我只有講著這個名稱的來源 那注意詳細內容呢 可能會給各位分批呢 去看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產生這個法的源頭 就像 昨天下午給你們看的 《見證經》 那個就是 河頭 他講《見證經》的時候 講《見證經》的時候呢 講《見證經》的時候 所提到的 一個方法 好啦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史達都 他本身修行 就是未來要尋找人 為什麼會有生老病死的苦 他未來要解決 人 為什麼會有死 為什麼會有苦 所以他未來尋找這個問題呢 一路都在移著追見問題 所以他才有在 菩提寺下呢 閱讀最後一顆流星的孝師 開悟 所以從河頭本身 他成為之前的修行 其實 就是在殘殘 其實就是在殘殘 好 那接下來呢 還談到更多的 我們就不要講了 比如說 來 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好 比如說 跟摩爾加塑的 臉花微笑 這個典故 或者座立盤頭的典故 這一些呢 全部都是 參殘的 一個 最源頭的 源流 好 好啦 接著到了 達摩祖師跟賢光的對話 那更是傳遞了禪宗的 最基本的利潤 最基本的利潤 比如說 賢光 認為我的心不安靈 要達摩祖師替他安心 那表示 他有一顆不安靈的心 是不是 但是達摩祖師 有沒有馬上解答說 你怎麼安心怎麼安心 沒有呢 他就叫他說 好 你把心拿出來 我替你安 他做一句話 有沒有 逼他回頭轉腦 往內心去找 那一顆不安的心 有沒有叫他去找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常常的 當你發現我眼睛看到這個骨很漂亮 被他吸引住了 我即刻看著是誰 把他拉回來 我看到這個菜 你現在很好吃 我多打一點 吃定你一看 嗯 這個貪心的人是誰 保證你的手 一定懸在空中 不會再去夾菜 那這個就是要把我們 往外出流 判人的心 即刻叫回來 往內探究 所以同樣的情形呢 達摩祖師對賢光也是 那這個就是參禪 一個很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把出流攀人的心 叫回來坐下 往內去探究去找 欸 好啦 閒光卻說 密心了不可得 找不到這一顆心 那既然找不到這一顆心 哪裡有一顆心 可以不安寧啊 是不是 所以問題 這邊就傳遞說 心 是 空無的 並不是一個 屬蠢的東西 好啦 但是假定 無心 空無的 那不是跟 木頭 石頭一樣 呆呆在那邊 不能起作用嗎 所以不是 所以當他講說 密心了不可得 找不到這一顆心的時候 那達摩就跟他講 欸 已經跟你安心症 既然找不到這一顆心 怎麼能夠安心 那當然 就是因為你找不到這一顆心 所以你哪有一顆心 可以不安寧起伏 起伏不靈鐵 所以他這一個時候 已經替你安好心 表示說 雖然這一顆心 禪宗主張是空無的 但是他卻能夠產生妙用 所以我才能夠安寧的心 安寧的心 所以這一些呢 都是禪宗最早的企圖 好啦 一路下來 到了 五子幾乎 一個一個都一模一樣的 靠著師徒之間的對話 把徒弟心中的焦灼點 或者瓶靜呢 突然對話當中呢 逼他回頭轉老 往內去探救 解開這個事物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解開我們的生死問題 也唯有回頭轉老 往內探救 才能解決 只要你的心往外攀爛 那這個通通叫做外道 所以河頭所講的外道 不是指的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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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說 當你一個人心往外出流攀爛去 你就是外道了 你就是外道了 那請問你們是 合道還是外道啊 是不是 幾乎一天 十四小時 常常在做外道 有沒有 常常在做外道比較多 做未到的時間比你走活到的時間 長了不曉得幾萬倍 長了幾萬倍 好啦 那其他呢 貿主 山主等等這些我都不要講啦 這些都一模一樣 好啦 到了費能 費能你注意看 費能開悟以後 所有來向他求法的人 他全部都使用同樣一招 因為他非常明瞭 這個行走目前的困境在哪裡 他的瓶頸在哪裡 所以他能夠臉吃一個話題 來跟他對話 就能夠逼著這個行走 往內回頭探究呢 就打破這個瓶頸 跳脫這個瓶頸 所以他們才能夠眼下辯物 所以假定你們要了解這個部分 要去看我另一篇文章 叫做看話殘殘所探究 所以六者開悟以後 對行走的求法呢 他幾乎都是用一個 最溫柔的逼紮方式 可以說是最溫柔的手段逼紮方式 來逼著行走能夠回頭轉來 往內自己去探究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殘殘的 可以說是最具體化的這個表現 已經越來越形成一個具體化 好啦 但是呢 這些禪宗祖師開悟 以前沒有一個名稱叫做看話頭 或者看話 他們一樣也可以開悟啊 所以這個名稱不重要 不重要 那你說不重要嗎 很重要 因為你假定弄錯的話 你就會一文解字 走偏 所以我們就必須 你要用禪宗的方法 就要先了解它的 源頭究竟怎麼形成呢 好啦 接著呢 會能以後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以趙宗 趙宗呢 他這邊呢 就提到 有一個語錄提到 就禮咒看 就禮咒看 就 就是探究生命的監禮 那探究生命監禮 必須怎麼樣 要咒看 那他這個咒 就是 慧能六子談經裡面的咒 慧能六子談經的咒 怎麼解釋啊 此法眠 無葬無礙 外語一切善惡境界 信念不起名為咒 這才是見證咒 所以你要 對認證外語內境呢 的變化觸動 都不會產生 你認證的取心動力 才叫做做 不像你們在殘堂 坐著 一動都不動 才叫做做 人坐在這裡 心不曉得回到 八千里外 那怎麼能夠叫做做 身體可以動 心不動才重要 好啦 但是呢 你看喔 坐要有這個功夫 但是這功夫 假定你沒有看的功夫 怎麼能夠有做的功夫 所以他這個看呢 就是慧能所講的禪 慧見不動的住性 明為禪 見就是看 你要看到不動的住性 才能叫做看 才能夠有做的功夫 所以他提出來這些呢 就越來越形成了 這個禪法的一個定位 一個名稱的出現 一個名稱的出現 所以就開始了 有舊跟看 好啦 那照著重現 當時有兩個很重要的公案 一個叫做無助公案 一個叫做 萬華歸易歸何處公案 兩個公案是截然不同的公案 所以由這個公案裡面 你就知道 後來很多人用這個公案 作為他的扁餐話頭 幫助他能夠往內來看 往內來看 好啦 但是 禪宗祖師當時發生的情 發生的情境 我們現在也沒辦法模擬 雖然沒辦法模擬 但是可以看出他的眉目 因為這兩個公案很明顯的 你要讓你能夠回頭轉腦 往內心世界去探究去起疑 要抓對他的重點 像無助公案呢 你要起疑 一定要在陰陷道無上面來起疑 生問照著 果子凡有何性也有 周圓無 那這個問生呢 陰陷道無 明明佛陀說 一切眾生皆有何性 這問你說果子沒有何性 陰陷道無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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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公案的重點在哪裡 你必須在他的答案上起疑 你才叫做探究 不是在那邊解釋 無 就是有無的無 無 是 尖無的無 你這樣解釋 都不叫做在殘殘 而是要在這個上面起疑 才叫做殘殘 好啦 那萬華歸依歸何此 這個生眾呢 可能是意想天開 或許不服氣 趙州是大開悟者 要故意考他 或許堅累 他迷惑在這個地方 想找人求答案 趕快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他才會問說 那萬華歸依 我們一般學夥的人 馬上就說醫生萬華 那醫生萬華 問華哪裡去 馬上又歸醫 那醫又哪裡去 又生萬華 請問你有打沒打 有打等沒有打 就像昨天問你們各位 幾乎都在那邊繞圈子 你們就陷入 學和人最大的弊病 所以 所以這樣子學和 理解 理念 都沒用 都沒用 好啦 所以他就開始 要刁籃 要刁籃 趙州 那萬華歸依 我不說醫生萬華 萬華歸依 那依歸何處 哇 他以為他考倒了趙州 趙州 絕對不是省有的等 他馬上跟他講 我在青州做一件布衣 種旗巾 可能趙州當時穿了這一件布衣 所以他追劇話是什麼 你不要想要往外求法 我現在穿了這個 這一件布衣 種旗巾 在青州做了 你就回到當下去 不要往外求法 所以他這麼 這個 這個聲眾的問 萬華歸依 歸何處 他以為燙手的山裡 交到 趙州的手上 趙州不是省有的等 即可把手上的 燙手山裡 往這個問生的嘴巴一塞 讓你吞吐不動 所以他就答非所問 來截斷你腦筋的循環作用 以及往外求法的心 所以這個公案的重點 你必須再回到問題上去起 不能夠在 他的答案上 在那邊拆來拆去 啊 趙州一定當時穿著 在青州做了 做一件布衣 種旗巾 或者怎樣 亂拆亂解釋 就不是燙燙 所以這兩個公案 可以說成為後來 燙燙人 必備要用 那就要用 他的就理做看 那他這邊水冷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是不是一個話題 聲問趙州 果子反流何性也無 是不是一個話題 那趙州答他無 是不是一個話題 好啦 又一個僧眾問 萬華歸一歸何處 是不是一個問題 一個話題 他答 我在青州做一件布衣 種旗巾 是不是又一個話題 來切斷他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 整個禪宗呢 再怎麼做 他都是為了要切斷 耳眠腦筋的 慣性循環作用 但是呢 他雖然有兩個公案 就理做看 也沒有把它連接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 燙燙的名稱 都還沒辦法定案 沒辦法定案 不代表 這些修行人 他的內心 從修行到開悟的 心路歷程的變化 其實都是一樣 那為什麼會一樣 等到大會中高的時候 我才更過一下 好啦 接著黃鋪戲運 其實差不多 你看趙州是七七八年 到八九七年 那黃鋪呢 是活到八五零年 所以比他還早死 因為趙州呢 活到一百零 所以禪宗的子師 長命的不多 因為大家都很平 所以年紀都小小的 三五十歲就翹片子了 因為很賣力 琢磨這個仙體 好好去用功 那趙州算是怪胎 活到一百二十歲 八十歲還遊行腳 好啦 所以黃鋪禪師呢 就用這兩個公案 然後就交人 他說看個公案 那看個公案 當時有做兩個公案 當然一千七百 做的公案呢 是逐漸形成的 所以趙州那時候呢 沒有那麼多做的公案 但是呢 黃鋪哪來用 說看個公案 好啦 他就把這兩個對話的過程 稱為公案 那為什麼要稱為公案 就是用 官府的 暗讀 就是那個 父母官選判的 公案的檔案 資料 叫做公案 他就把它拿來形容 以前禪宗祖師 出途對話 而能另行走 起遺情 或者開悟的 就把它記錄下來 就叫做公案 公案是這樣形成的 好啦 所以黃鋪就說 看個公案 就拿一種公案來看 所以就把看跟公案連接在一起 因為怕人家不懂 把公案就用無字公案帶進去 看個無字 好 或者守個無字 所以當時看跟守 就等同相同的意義 就守著這個公案在心中 讓你其他妄念都攻不進來 勝不起來 他就用追蹤方式 好啦 所以這個時候黃鋪禪師又提到 週餐夜餐 本來看個公案 古時候的人根據顯率 一看馬上就開悟 就像費能開悟以後 所有求法者 來對話幾句就開悟啦 哪有在那邊參來參去 像你們在這邊搞了幾天都沒消息 是不是 他們是一下子就逼回去 馬上就一看到就開悟啦 所以 當然就可以燭光進去 很快的 是不是 那燭光會不會起雨 當然會啊 見證經不是講 是不是 手以至解 奪靜解除 手以至解 為什麼有雨 生從何來 中歸何守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在雨 是不是 不知道 又要把它弄清楚 又弄不出來 這個叫做雨 所以 起始 禪中 遺情 最少就來自 見證經的 這個手以至解 好 來 在這邊 來 放大一點 有沒有 手以至解 有沒有 好 接著下來 再來繼續看 好 所以這個時候 弘破禪師就提示 週餐夜餐 那這個週餐夜餐呢 餐的名字 看跟餐 他又把它混在一起 假定整段語錄 來看 很清楚 禪中主師的語錄很簡短 但是都隱藏了 很多 參究的訣竅在裡面 好 那這個你就 以後再慢慢聽我的 這個 開始 就可以聽得到 好 你們大概可以 上網看 或者上YouTube去看 好 那在大陸 我都還有做 視頻機 好 第一片 一百多個小時開始 第二片有五十幾個小時 慢慢整理 一出來 好 還有出師 那我有帶來了三本師 來 我順便講一下 第一本是參觀有情世界 那個是在二十六七年前 我在台北如來產棚 都監對這個青少年隨身的開示 所以講的是比較簡單的 接著下來呢 還有看法餐廠法藥 四年前出師了 還有一本呢 看法餐廠做工夫 是軍人才出師 那年底還要出版一本叫做 移情轉談經 另外呢 還有兩本大圓滿禪定休息 還有五本的借口職業 那五本借口職業 是我在台灣 連續兩年辦了四十次的長期 開示的紀錄 那因為太重了 我沒帶過來 我帶了做三種 所以等一下呢 全部跟你們結緣 一個人帶一套 你們可以慢慢看 慢慢看 那就知道怎麼做 好 所以呢 桌餐夜餐呢 這個桌餐夜餐呢 就是說你 沒判法 直接就看進去 見到不動的住性的時候怎麼辦 你只好在這邊移來移去 那當你移來移去 就叫做餐 也就是說 當你往內心世界去探究 弄不清楚 弄不明白 在那邊移 移到無路口走 還是無路口走 不知如何是好 你還是回到移 所以你就會在這邊移來移去 叫做餐 那這個解釋呢 一直到了清朝的道獨 才把餐解釋得很清楚 移來移去 就叫做餐 但是呢 當時 他這個餐呢 就等同看熟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意思 同義詞的意思 好啦 那現在有看啦 那就你做看 有看過公案 看過無字啦 好 但是呢 話頭這個字都還沒有耶 一直到年紀呢 才開始有提出話頭 洞山良界也提出話頭 雲緬文安也提出話頭 好啦 但是他這邊所說的話頭 是指什麼 這邊的話頭所指的 都講說 我們對話的主題 叫做話頭 對話的主題叫做話頭 好 我這邊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叫做雲緬文安 好來 拿出他的字節來 雲緬文安的字節 最後 最後的一句 來 在這裡 底下 底下一項 好 這邊 有一個僧眾問 一口吞進手 如何 書人 我在肚子 在你的肚子裡面 這個僧人呢 就不清楚 就進一步問 和尚為什麼在血臉肚子裡面 好啦 這個就是對話 徒弟問師父 說 一口吞進手 如何 就問他說 一口吞進手 你的功夫 像什麼 師父就說 我在你的肚子裡面 結果呢 這個徒弟呢 聽了還不懂 就敬意不問 那和尚怎麼會在我肚子裡面啊 以前的禪宗祖師不見你囉嗦 他馬上就翻臉了 反我話頭來 於是就說 沒猜我跟你說得嘴老婆老子 還聽不到 我跟你說的話都行嗎 這樣聽懂嗎 聽不懂 好 我翻成普通話 就說 你問我 我已經廢了這麼多口說 講了紅灰口夢 其實才講一句話 我在你肚子裡面而已 他就認了我跟你講了很多啦 結果你還不懂 還問 還多嘴 那就把我教你的還給我 所以 翻我話頭來 那這個呢 話頭就講我們對話的主題 這樣有沒有清楚啦 所以 話頭的意思 是狀人來的 反我話頭來 就像我問你們 你們在那邊打來打去 假定以前的禪師 你一答錯 馬上一打就離開不理你了 你再多答一句 馬上趕你出門了 是狀人 以前的禪師是狀人 哪有像我這麼囉嗦 再跟你們這邊東講西講 講到連口嗦都還要講 講到連口嗦都還要講 所以話頭就狀子到雲敏文安行程 好啦 到了唐末五代法眼文藝的時候 他就把看改成舉 然後又把看連在一起叫做舉看 叫做舉看 那舉看呢 就是叫你舉看無字 或者舉看 這個依歸何處 話 所以他就有舉看 有舉有看 就等同了 跟參也等同了 好啦 他又把他們講的話頭呢 看齒話 這個詞呢 就說 比如說 他就先舉 舉一個聲問照周 果子凡有何性也無 周云無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看齒話 就看這個公案 所以公案就是一個話題 這樣聽懂嗎 好 這個話題 好啦 所以看齒話就這樣形成 好啦 一直下來 到了大會中高 你看 各位注意看 他就把看齒 這邊看個公案的看個 看個拿下來 然後呢 就不用公案跟無字公案 就把這個話頭 把鄰居東山雲民所說的話頭 拿來代替公案 代替無字 所以就變成看個話頭 所以公案 跟無字公案 跟無字公案 就全部變成了一個話頭 就是我們要看的主題 一個話題 這樣有沒有清楚 就這樣延伸了這個名稱 好啦 所以大會中高 所以大會中高呢 就更有看個把它變成舉畫 把個看個把它改成舉 人畫頭的畫呢 畫頭頭省內就變成了畫 舉畫 好啦 他接著再看 他就把文藝的 法引文藝的看齒畫呢 他就帶入公式 他就舉了很多例子 來看底下 看底下的臂子 這邊也可以 來 有 他就看一口西進西江水畫 舉果子無性畫 看中間一口西進西江水 就是詞 這個畫 看畫 舉 就舉畫 這個裡面中間的詞 就是公案帶進去 有沒有聽懂 好啦 所以大會中高呢 就把看個畫頭呢 也把故拿掉 就變成了看畫頭 所以他就把看畫 看畫 詞拿掉 就變成看畫頭 好啦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很清楚 畫頭就是畫 畫頭就是畫 是不是 請問 這個叫做什麼 手頭 那手頭 是手的源頭嗎 是不是 不是 手頭就是手 這個叫什麼 鼻子 鼻子 是鼻的孩子嗎 不是 鼻子就是鼻 所以古時候的用語 為了說話順溜順口 所以往往 會在後面加一個語為助詞 讓你說話順溜 在什麼場合 必須用 看個畫頭 或者看畫 你沒有加過 就看畫 就很順 但是你講 看個畫 就有點不順 所以你要看個畫 後面加個頭 看個畫頭 那就順了 所以 頭是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 把看畫頭 的畫頭解釋成為 說畫之前的源頭 那是一文解字的 一文解字的 所以整個 這個禪宗的方法 從其他都一直修行一路下來 到了整個禪宗祖師所用 到這裡 所經歷所使用的方法 到大會中高 就給它定名為 看個畫頭 或者叫做舉畫 或者看畫 或者看畫 或者看畫頭 就這樣形成了 這樣形成了 好 再繼續往下看 那這個看畫頭 那這個看畫頭呢 到了這個元朝的時候 就把看改成禪 就把黃破禪師的 週餐夜餐的禪 在這邊把它看換下來 就叫做看個畫頭 過拿掉就變成禪畫頭 禪畫頭 好啦 所以整個禪宗的這個禪畫的名稱 只能夠叫做看畫 或者看畫頭 或者叫做禪畫頭 就有這些名稱 那現在有人 整個各位注意看 整個來龍氣脈到這裡 畫頭扁仙 跟畫扁仙 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重點是不是在看更慘 是不是 是不是在看 往內回頭看 回頭往內看 重點是在看 喔 畫頭 是可以用任何一個公案 都可以 畫頭也可以自己在製造 只要你製造出來的對話的主題 能夠幫助徒弟呢 夢回頭往內攻進去 你就成功了 你就成功了 所以現在有人呢 把很重要的看字拿掉 然後呢 就用這個畫頭 後面再加一個鏟子 那這個是會斷人會命 因為他把整個鏟子的精髓看 跟鏟拿掉 然後就怕人家只講話頭 人家又不懂 後面加個鏟 所以現在全世界 只要加鏟的都沒有鏟 你不加鏟的才有鏟 所以現在到處流行 什麼叫做吃飯鏟 喝茶鏟什麼鏟 沒有鏟才需要加一個鏟 金正有鏟完了 不要加鏟子 看畫頭 人家就知道怎麼用功 重點是在看跟鏟 不是你要不要加一個鏟子 所以從古以來 他們都沒有把它叫做鏟耶 所以現在很重要的 要給各位很了解的 就是這一點很重要 好啦 那這個名稱到這裡 各位注意看 大衛宗高所教的殘法 再往上回收 可以說大衛宗高所教的方法 已經包羅萬象到造舟到廢能 一直到佛陀所一路下來的方法 都是他在使用的方法 所以幾乎大衛宗高 他會用一個扁餐畫圖 一直在逼臉 其實呢 他是已經了解每一個修行人 能夠開悟成果 都必須經歷過同樣的方式 回頭轉腦往內去探究這一條路 才有可能開悟成果 這個就是所有成果者 心理層面必須經歷過的一個步驟 一個經歷過的步驟 所以賈定狀看來呢 大衛宗高非常了解心理物理學 非常了解心理物理學 假定當時也有物理學的話 可能大衛宗高變成不是禪師 可能變成像愛因斯坦 或者像愛因斯坦 像這些物理學家 還更厲害 是不是 比現在的後勤還厲害 他老早就知道人類的心理物理學 我記得我在 差不多五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一個同學的弟弟 台大物理系畢業 後來就到美國去讀壽事 要讀博士 結果讀博士的時候 他就申請了一個 comment 叫做 心理物理學 心理物理學 那時候才開始有探討 人並不是只有生理有機變化的 還包括了心理的空間變化 物理變化 所以他們那時候才開始研究 但是我看這些研究 都沒有超越當時他們所認知的 所認知的追蹤心理物理學 所以這一個就形成了 好啦 那接下來呢 大衛宗高下來 幾乎他已經把禪宗的方法 用了非常淋漓進去 但是全部非常透徹 人為提出 宜來宜去跟宜團 接著下來呢 一直到元朝 好 好啦 到這裡 為什麼還要提明朝的朱鴻 因為朱鴻是淨土中的第八代祖師 叫做蓮祠大師 你們比較認得 這樣朱鴻不需要知道 朱鴻是他的間證名字 他的出家的法名 好 那這個朱鴻呢 有一次啊 被皇帝請到皇宮 那就在皇宮的圖書館 他們叫做內典 就外面沒有了 裡面有了 內典就是我們現在圖書館 他就在夾雜的書裡面呢 看到一本高峰原廟大師的語錄 結果拿起來呢 一看 他就發現 魅飛載獨 易花人易去 哇這樣啊 一路很高興就一直在 參著一龜何處 但是高峰原廟其實 他是在睡夢中想到他師父提過一龜何處 而起遺的 但是他所開悟的以及後續的開悟 全部都是在水上面開悟的 但是呢 朱鴻認為 他第一次起遺情 起大遺情開悟 就是一龜何處 所以他就一直在參一龜何處 後來他回連壽 就要提倡住院 要重新call in 不是住院 重新call in 結果呢 連壽的人啊 就議論昏昏 師父你叫我們練和 那你自己參一龜何處 難道我練和師給參一龜何處嗎 他也知道 他也不變講明 講明啦 就募不到錢 可以重call in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他就讓他call in 好了以後 序上在水 說我也知道你們正議論我啊 但是只要你們 但了練和師誰 不必參一龜何處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假定你弄清楚了 練和師誰的時候 你不參一龜何處 所得到的開悟境界是一樣的 那我請問各位 他這邊的 但了練和是誰 請問是參禪還是練和好 他這一句話是練和好還是參禪 蛤 參禪 所以 口見 那時候諸宏就知道了 練和是一個方便法面 而參禪才是間正的究竟法面 這個就意味很清楚了 很清楚了 那就是因為他同樣有提人家 在練和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然後再問練和是誰 欸 因為他有教人練和 才會被人家抓去當 淨土中的第八大主使 並不是他自己願意當的 好啦 那同時代呢 韓山大師 因為他不強調 大家慈敏練和 所以他就沒抓去當 當淨土中的主使 好啦 他呢 跟他同樣都是明清四大師之一 他就把這個問題呢 再把它 合併起來 好 你既然喜歡練和 那你就練幾聲和好以後 再回頭看看 正在練和這個人是誰 然後不清楚你就一直追 追到兩頭段 什麼叫做兩頭段 就追到你前練消失 後練接續不上來 叫做兩頭段 然後追到一練不生 進入無生 所以他就把練和跟參禪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就出現了幾個名詞 叫做參禪看話頭 把它併了 因為講看話頭 很多人不知道 是參禪的方法裡面的一種 所以他就用參禪看話頭併在一起 要不然就看公案話頭 又怕人家參公案 跟參話頭看話頭 不清楚 所以他就把公案話頭 連在一起 一併來看 叫做看話頭公案 然後他又怕大家 練和號都不回來 往內探究參禪 所以他就把練和參禪公案 並列在一起 所以他就提出了練練追求顯示 又提又去又追 又提又去又追 好啦 所以到這裡我們就知道看跟參 裡面就同時寒常提問 然後往內去 就是去看 然後再去追究 三樣是一起同行的 就叫做禪中的看的內涵 或者參的內涵 所以看的內涵 就是包括啦 有同時提問 自己提問 自己提問 逼自己回頭往內 去去著他 去定他 然後去追究他 你的實相 所以看跟參 就涵蓋啦 有提問去追 但是做三樣 不能夠做分解動作 是必須一起合成的 所以呢 韓山大師提出來的 又提又去又追 我先怕大家會誤以為 它是分解動作 所以呢 到了我這裡 我就乾脆把它恢復到 大會中高的 看話這個名詞 因為看話頭已經被分了啦 所以我就用看話 然後呢 再把參禪並在一起 也就是把韓山大師呢 因為參禪看話頭呢 這個看話頭改成看話 參禪拿到後面 以看話為止 因為參禪的範圍比較大 那看話頭看話題它的範圍比較小 所以我就看話參禪 也就是說看話頭看一個話題主題 或者師父之間的對話 逼你回頭轉腦去貪救 它都是施以參禪的一種 參禪的一種 但是呢 不管怎麼變 同樣都是要逼行走 能夠回頭轉腦 把你內心的困境打破 這個就是最終點 好 所以我就把它定位為看話參禪 所以我這個看話參禪呢 也全部都追溯 一路追溯到大會中高 大會中高再到趙周 趙周到六祖 再到西達多 好 那現在呢 綜合所有的這些修行方法 所以現在我所教的就是這個重點 來 放大 放大 底下放大 看不到 再給他們看大一點 好 所以現在我題的看話參禪呢 最好聚下起疑 也就是當師父之間對話 或者對你逼問的時候 能夠即刻讓你起疑 這個是最好的 起疑之下呢 你又以前能夠把它打破 延下就可以辯悟 就可以回到 廢能開悟以後 所有求發者 他所施展的 溫柔的逼渣手段上面 有所成就 好啦 那在這個修下起疑 不能延下辯悟怎麼辦 就用對話來逼渣情緣 因為我們 被數大五印的結構 產生了五種妄想 把我們困住 就像這個鳥籠 鐵的鳥籠 它這個木 木你懂嗎 一結一結的木 連結起來 一百一百 這樣有沒有聽懂 這個木 這個就是結 這個結呢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解開的 所以一定要逼渣情結 來 再回啦 逼渣情結 也就是要逼渣讓我們 能夠溶解 心理空間上面的 這些無形無狀的心結 這個結 那這個在逼渣的時候呢 要產生脆衰同時 什麼叫做脆衰同時 我們就被 像這個雞蛋一樣 雞蛋裡面呢 我們 這個雞蛋的口 就像我們的無鳴 無鳴 無鳴就像雞蛋的口 把我們團團困住 所以我們都是在 無鳴底下在運作 無鳴在運作 好啦 那這個小雞浮出來以後 他一定要突破這個口 突破這個口 突破這個口 所以現在各位來參產 也就像小雞 要突破無鳴的口 突破無鳴的口 所以當你有來用功 你就會變成小雞 就會在這個雞口上面 咚咚咚咚咚咚 所以師傅就知道 嗯 你又在用功了 所以他就幫你一把 在外面的同樣 去脆衰 一個脆衰 就這樣子 脆衰 脆衰同時 一起把行走的無鳴打破 好 再看 那這個呢 就是造成禪宗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所以要達到脆衰的同時 必須要恢復禪宗的特殊 就是鼻炸的手段 鼻炸手段 鼻炸手段 就是要製造脆衰同時的契機 也就是幫行走 臨免一腳踢一把 讓你能夠擺持肝頭 更進一步的機會 好 那既然這些都做不到怎麼辦 只好給你一個扁衰話頭 比如說脫衰是四水 然後呢 具體具去去追 把憨山大師的 又提又去又追 改成具體具去去追 這樣子 在文字上你就容易明白 提問去追 是意氣合成的 不能夠做分解動作 分解動作 你就太慢了 就被吳秉攻進來了 所以你只有同時 才能夠達到脆衰同時的功夫 好 那具體具運去追 繼續去追 要追什麼 要追吃大儀請來 因為目前所有修行人 就是因為 太依賴腦筋的作用 來為自己解決問題 所以只要你被 肅心腦筋伺服住 你就永遠起不了疫情 就起不了疫情 所以必須透過提問去追 來突破腦筋的伺服 你才有機會 跳脫這個無名的 肌肉的包圍 而產生反彈 讓你陷入一種 完全不了解不清楚的狀態 你才能夠 在這個地方 激起疫情來 所以很多人呢 起不了疫情 有很多原因 這個容後再跟各位講 現在的人 參產最大的缺點 就是起不了疫情 那起不了疫情的原因 以後再說 那今天呢 我就把 各位了解說 我來帶各位打餐區 最主要的 這個名稱 看法餐廠 以及所使用的方法 這些 全部都可以追溯到 有根有據的 可以追溯到 南宋大會中高一千年前 再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的 這個造州跟六州等等 一直追溯到 西大多兩千五百多年前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知道 禪宗的傳承呢 假定以近來看 明顯的定位來看 那就是有千人的傳承 那假定以遠的傳承來看 那就已經 從西大多修行開始 有兩千五百多年的 這個傳承歷史了 所以我們要參展 務必要正扁青人 把這個禪法的來龍去脈 弄清楚來以後 你才會清楚 你所使用的方法對不對 所以 有很多人都很喜歡 把這個禪法叫做化頭禪 那化頭禪 歷史上是沒有什麼記載的 只有到了明末博山和尚的徒弟 雪官和尚 你有沒有把它叫出來 雪官和尚 他就寫了一本叫做禪敬語 什麼叫做禪敬語 就是當時已經參禪的方法 很混亂 很混亂 誤以為解釋義理就是禪 或者講道理邏輯就是禪 或者什麼叫做化頭禪 所以他就提出了有三十三種 來 雪官三昧禪有沒有 我做了那個表你沒有嗎 有啦 你是用這個 沒有我記錄 記錄那個一個一個人那個嗎 應該不在這裡 不是 不是他最前面 最前面 不是な 不是他有什麼 水 有你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就這樣子 在地下 還沒到 還沒到 生平完了再有 好 來 總共來 各位看 他就把當時大家以為的禪法 叫做玉璃禪 橘州禪 化頭禪 夜市禪 總共列了有33種的禪 那這些都是當時的人 那這些都是當時的人 錯認那樣子叫做禪 所以他就寫了禪禪 就用這個禪子 禪的 像一面禪子 把這些妖魔鬼怪 號稱 無所號稱的這些不對的禪法 把它造出來 才叫做禪禪禪 所以他造出來呢 當時就有33種錯誤的說法 那其中就提到化頭禪 這個就第一次出現的名字 但是化頭禪的內容是什麼 各位看一下 底下 看第三種 那化頭禪 當時 來 第三 那化頭禪 那化頭禪呢 堅證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當時他把它叫做化頭禪 是指那些不信提化頭做工夫的道理 也不相信有餘情虛擬 所以由他追逐裡面所說 這個化頭禪的化頭 它是指口頭 也就是說會耍嘴皮 所以知道這者的化頭禪 就是口頭禪 也就是大會中高所說的口骨子禪 什麼叫做口骨子禪 就以前 原來大家都見餐所修 後來一些組織 為了幫助大家 解破這個關鍵所在 所以就變成有文字禪 比如說像 人物客群 閉言錄等等都好 但是呢 後來的人呢 更是人文字也不會寫 所以就用口頭了 所以爭論起來 就像什麼 像古時候要公成眠 在外面呢 搖起吶喊 然後雷戰鼓 撞聲勢 所以呢 在辯論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像以前我們鄉下呢 等到農險的時候 這些農夫呢 晚上吃過飯沒事 就到那個雜貨店的面前 解醫療 做板凳 然後在那邊閒聊 然後就爭論 越爭論越大聲 最後最大聲的就是贏 所以說 口頭禪的意思就是說 談起禪啦 耍嘴皮啊 像要公成眠略地一樣的 雷戰鼓 那樣的激烈 叫做口頭禪 口骨子禪 就講起來 像打鼓 內臟鼓一樣 那台灣話叫做 打嘴角 打嘴角 聽懂嗎 就一直在鬥 嘴巴鬥 所以古時候呢 在明末的時候 有口頭禪的這個名稱 其實他是在罵 這一些都是耍嘴皮 是一種口頭禪而已 所以不是堅正的禪法 但是呢 現在還有很多人 把這個禪法呢 叫做 化頭禪 所以你只要聽到這個人 講化頭禪 表示他從來沒參過禪 他不知道歷史資料的恩怨 是怎麼來的 然後就是道聽圖說 亂編亂定名字 所以明不正 緣不順 你自然修行就會錯誤 所以我為什麼會做這個表 就是要釐清 整個禪宗的修行方法 究竟是怎麼來的 那你現在說要學的 你要不要學正確的 還是要學那些道聽圖說的 胡說八道的禪法 難怪你們都永遠不會有體驗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這邊特別要提出來 跟各位更正的 明正的 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以後你只要聽到人家講說 他在修化頭禪 你就知道這個人產事什麼 他都不懂 就這麼簡單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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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